拜登抛出丰厚的诱饵 要逼沙特在中美之间二选一 沙特会不会答应呢 难道中国之前的努力要全都白费了吗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有论评的主题是中美二选一 沙特是要选美国 中国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吗 据彭博社报道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即将达成一项重大协议 根据该协议 美国将为沙特提供全面的安全保障 这不仅包括军事援助和武器供应 更重要的是 美国将允许沙特获得此前禁售的先进武器 这一举措 无疑将极大的提升沙特的军事实力 使其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拥有更强的威慑力 同时美国还承诺 在沙特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计算等方面 进行重大投资 帮助其建立民用和项目 这些领域都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 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战略价值 当然美国也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沙特需要限制中国技术进入其最敏感网络 这个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热议 毫无疑问 美国这是在逼沙特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二选一 是要继续深化与中国的技术合作 还是接受美国提供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利益 拜登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抛出这样的诱饵呢 首先 着远于中东地区的核心地位 美国企图借此强化对沙特的控制力 进而稳定整个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 尤其是在当下巴以重处的影响持续外溢 美国希望通过拉拢沙特缓解中东的紧张局势 进一步巩固 美国在中东的地位遏制伊朗中国等势力的影响力扩张 其次在全球范围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 中国的快速发展让美国感到十分不安 美国时刻都想着怎么打压中国的科技发展进程 而沙特作为中东大国和能源巨头 其技术网络的安全性和对华合作程度 直接影响着美国在全球科技竞赛中的战略布局 因此美国只在构建一种排他性的技术联盟 逐步挤压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科技影响力 那么沙特会答应美国的要求吗 吞下这个诱饵吗 根据英国卫报所说 布林肯认为这项协议已经非常接近达成的尾声了 沙特外交大臣菲萨尔也说确实非常接近了 看起来沙特似乎有意答应美国的条件 在这场中美二选一的题目上选择倒向美国了 难道中国之间所做的努力全都要白费了吗 其实未必 一方面在过去几年里 中国与沙特在多个领域展开了密切交流 双方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 从能源供应到基础设施建设 再到高技术领域的共同发展 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诚意 另一方面随着美国霸前衰落 沙特等中东国家逐渐抱团 想要从美国手中争取第七自主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 答应美国的条件无疑是重蹈负责 而且美国下半年就要大选了 大选前的这段日子也叫垃圾时间 美国做出的承诺根本不能相信 因为一旦下届政府换人了 很可能会不认账 也就是说拜登是在画大饼 实际上关于这个协议 美国和沙特很早之前就在谈判了 但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也就在这段时间才稍微加快了 所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沙特的态度未必不是在拖时间 再等美国局势明朗 然后再做决定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